而不只南部地区近日新竹山区也是大雨不断 溪流湍急 而新竹县消防局在今天就接获了一名男子 来自新北市的50多岁黄姓钓客 与88年次的友人在坚实乡斯马库斯大桥下钓鱼时 不慎落水遭溪水冲走 而目前下路不明 而同行88年次的友人为了找他 也不慎摔下了山谷 而消防人员目前缤纷两路 一边载运跌入山谷的患者下山 同时也到下游继续搜寻落水的男子 我们在12点21分的时候 有接到民众打电话报案说 有一个民众他从上游飘过去 这个地方刚好在司马库斯塔克金西 这个人我们后来去查 他也是一个雕刻 不小心掉下去 第二大队现在由大队长帅同轮到秀软那边去做拦截 而同是新北市的88年次钓客 消防局目前经定位确定伤者的位置 已经安排送往医院 而新竹县消防局因考量薪水湍急 已经请另一组消防人员 将到秀软军舰沿一带的水域 继继继续搜寻黄信钓客的下路